好了 我们现在出发 前往我们今天的驻车地 然后我们今天决定是把前车跟紧点 因为他们那个位置是去年驱过的一个地方 一个服务区 没有具体位置 所以我们会一辆车一辆车稍微跟紧一点 这样不容易掉队 而且队长机全部都打开了 现在往那边走 听他们讲那边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地方 一个专门停房车的地方 好了 我们现在来到了双廊服务区 这个服务区是有一条路可以下到旁边尔海的 所以我们今天会把车驻车在这个服务区 看这个服务区上面好多房车 这里有很多拖挂房车 那边也停了很多房车 这个服务区的车有点多呀 前面有好几辆房车呢 停到那边的 没有停到服务区 我们就还是停到以前的老位置吧 刚才从下边上来的 从国道上来的 我们就停到老位置吧 我想停个能充电的地方 这边充得了电吗 没事 我说要这个太阳能充电 我说嘛 可以啊 那咱们就并排停呗 或者是围着院子 你可以横在我们两个车后边 你开过来吧 就这样停呗 后边这其实还有位置 这样或者是把人家这边都给挡完了吗 充电子都给人挡完了吗 他可以从那进去 那两个充电人还少 那你就并排停在半间那边 咱俩再往后面倒点 咱俩再往前走走 我们俩再往前走走 你就这样 我俩再往后倒 我俩再往那边倒 你往那边贴 我们那边还能再倒个一米多 咱俩再往前走 咱俩再往后面倒 咱俩再往后面倒 这是双延古镇的一个服务区 然后我们现在停车的这个地方写的是房车停车位 咱俩再往后面倒 往后打 往后打 再往前走点 往前走点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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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回正 回正 这边这边这边 好 还在着车发电呢 啊 那时候变不得了 现在的话就是 你想出来吗 走带你去玩一下 我们去那边 参观一下 停了两天没电了 早上发电了 这样行吗 那我还不如直接停这呢 这边停车 停车就是不能充电的 太阳能控装电来 就停在刚好里面有个小院嘛 对啊 那这样显得好看 这上面写的房车停车位啊 那是房车位啊 我们只占了一个位置 还没有占多 你看这地上是不是 房车 房车车位 这边也是 这里面看一下地形 对这里面现在已经是 房车营地 房车营地 对 房车营地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停这边 看他们要走了 不不 我们停这边得绕一大圈 得下高速 然后走隔道过来 这直接过不来 直接过不来 那这不错啊 这房车营地没水 没水吗 没有 上面写的水 这边呢 水啊 有水是吧 有水 在这边还不错 这边的风景也很好 看这边一眼望去整个尔海 都能看得到 对 对 他们这边是从 从下面这条路 那边有个路口 直接绕上来的 然后停在这儿 这不错啊 哈哈哈哈 房车又拖个拖挂车 仙儿跑了 这家伙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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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过来 可逺 强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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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飘移都没躲掉 这个地方呢它属于是双廊的高速服务区 然后下面这边停了很多房车的呢 它就属于国道的一个停车区 它是那边跟这边是拦着的 是分开的 还有很多小栏杆把这个东西都区分了 这个充电的声音还挺大 看他们这边都是拦着的 那有栏杆 没看见那个栏杆 过不去 过不去 哎 快 你哪着呢 要不然人家怎么算费 我都去不了那边 我们今天再走 这边停了很多房车 这边停了很多房车 这个小厄头房车 这是一个C型房车 这边是一个B型房车 这边已经全部改成了一个房车营地 它这边有这种栏杆拦着 从这个家欧站一直到那边下去 是国道 其实停在这边也挺好的 这样好可以有一个平台 然后到这边就是整个尔海的风景 下面就是国道 这边是国道的加油站 那边是高速的加油站 那边是高速的加油站 它那个枪可以来回扯的 就是前后扯的 对 但是我觉得这边停的也舒服 为什么 我们现在要往这边走就远了 我们现在要从这边走到前面下高速 是那条路是不是 不是不是很远的很 这下不去的 不是这条路吗 这条路是国道只能来到这 我知道就是最下面这个路 这样穿上来是不是 对 但是我们的话就得开到好远 要开好远下高速路 开到大理的那个下高速路口 然后又从这个下面弄到一圈圈上来是不是 对 所以就没必要了 我们就在这里就挺好的 但是好像也没有我们停的位置 停不了那么多辆车了 那些路上 在阶段的路上 也不像别人 在阶段的路上 会不会有什么事 你对那些路上